其實真正熱情的是南西班牙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普老林國其實是西班牙南部的比較著名的代表 不過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沒關係的 最最要讓大家認賞 即藝術都以工業為一體曾經是群雄割據的西班牙 那如果你們有機會翻看西班牙的歷史 你們會發現到西班牙整個從13世紀以來 一直到大工業時代、大航海時代 基本上都是群雄割據 這集中有多少人來的 英國人、大伯人、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以前叫摩爾 你們以前叫摩爾葡萄 所以西班牙這塊一直是各種不同的文化所繪距的地方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